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 你們好 又是我Burger 你不要一看到標題 就覺得我是反BCAA的 那麼容易讓你猜到 這裡就不是KOF Gym 實不相瞞其實我是一個BCAA的 忠實粉絲來的 因為BCAA對於防止肌肉流失促進 蛋白質合成是很有幫助 那BCAA為什麼這麼厲害 又是些什麼來的呢 BCAA的中文就是支聯氨基酸 由三種必須的氨基酸組成 告訴你們 必須氨基酸就是人體沒有辦法 自行製造要靠食物吸收 第一種就是Lucine 2氨酸 台灣人就叫做白氨酸 是組成BCAA的主軸心 有助維持肌肉量提升胰島素水平 最重要的是可以激活到MTOR 中文就是暴雨動物雷魄 微素隔蛋白 嘩 弄你個肺 你看看這些名字 都水蛇春那麼長 所以為什麼我當年沒有選你產品 就是這樣 說是可以促進肌肉生長 第二就是Isolucine 2氨酸 台灣就叫做200氨酸 有助能量吸收和防止肌蛋白流失 最後一樣就是最無聊的一樣 Ferlin結氨酸 它只會做另外兩種氨基酸要做的東西 但是吸數就低一點 所以BCAA真的挺重要的 每天建議的攝取量是5-20克 是不是覺得聽完就明白 為什麼這個產品這麼熱 要馬上出購買BCAA的飲品呢 停一停 想一想 嗯? 你平時操飲品時沒有飲品嗎 好了 你說你不喜歡飲品糖 你健身不會吃蛋、雞、牛的嗎 就算你說你吃齋 一樣都能吃足蛋白質 你說關什麼事 就是關 因為以上我所說的這一堆東西 已經有充足的BCAA 就是說如果你平日已經攝取充足的蛋白質 BCAA的濕皮膚可以說是多餘的 好啦 那你又說 但是別人說操飲品是幫到手的 又是誰說的呢 生產商嘛 怎麼幫呢 提升肌肉運動狀態 持久力 緩和運動後肌肉酸筒 先回答你DOMS 是有研究指出 說有用BCAA濕皮膚和沒有用得出來的效果 在健身上是有些分別的 但其實很多這一類的研究報告 他都說漏了少少東西 就是被研究者本身每天攝取鋪田的量 是不是充足呢 只是這件事已經要質疑研究結果 另一樣就是自身體會 我以前都經常喝BCAA的 但我本身都攝取了高量的鋪田 所以其實我沒有什麼確實的感覺 不過心理上就很舒服 反而我給了我老母喝 她就說很有用 你不要以為我老母也有健身 她沒有的 不過她就很喜歡跟朋友行山 但每次走完回來 她大腿都說痛到救命 那次我叫她試一試 她說第二天真的有舒緩度 她本身每天蛋白質的攝取量 都不是很高 那就搞到我好疑惑 加上我之前也有分享過 肌肉酸痛的資料搜集 你們都知道 粗得越滋心越沒什麼痛 跟我們吃得睡得足 休息得足 都搞得定 不用說喝BC 是不是這麼必須呢 我真的不太看得透 另一個提升肌肉運動狀態持久力 這個就要講一點點理論 在我們運動的時候 主要功能熱量 就是乾糖和脂肪 到了迫不得已 才要拿蛋白質來用 而BCAA 就是蛋白質之中最方便 用來做熱量功能 而當運動的時候 骨落肌蛋白質被分解做能量 肌肉就會有機會抽筋 所以BCAA是有助預防這個狀況 但在健身的立場來說 你一天不是要操練兩個多小時 我們又不是在耐力運動 我們又有幾可會去到 消耗肌肉力能量的狀態呢 那怎樣 是不是BCAA的套餐是廢的呢 那又不要那麼短 別人做得出來自然有它的道理 其實看回以上我講的資訊 還有四個情況是很適合用的 第一 最簡單 就是你本身都吃不足蛋白質 又想增肌肉 但是如果你這樣玩 都很本活倒置 第二 就是你進行間歇性斷食 其實肌肉每分每秒都靜悄悄 慢慢地流失著 唯一的方法就是 定時定後攝取蛋白質和營養 但是如果你進行間歇性斷食法 那就有機會做不到這件事 那BCAA就幫到你了 第三 就是朝早空肚做運動 因為你沒有吃過肚子 那又沒有肝糖消耗 如果你的體脂又不夠 那就消耗到你的肌肉 這個時候 喝BCAA就適合你了 最後就是運動員長時間鍛鍊 就幫到手 為什麼 剛才說了你聽 那就是說BCAA其實都不錯 不用經過消化蛋白質分解出來 就可以直接用 那你跑步、游泳、打球、踢球 三鐵的時候 拿來喝就不怕肌肉分解和抽筋 你也知道 打球都要幾個小時 那說法做地盤那班都有用 好過你開工飲保抗力 是貴一點的意思 但是你說直接用來增肌呢 那我有少少保留 又到了你們最喜歡的環節 就是究竟BCAA有沒有副作用呢 其實我上網看過很多網址 有些說有 有些說沒有 有的就是說 長期服用超過六個月 就有機會導致你的體力透支 可能出現嘔吐 又或者是低腸狀 吸收水分的功能 減低 那或者是你 瘀酒的人士 用BCAA 就可能會引發你的肝性腦病變 又或者是影響你的血糖水平 所以最好就是在手術前15天停止服用 而長期高份量這樣吃呢 還有機會令你瘋狂 而有些又說完全沒有副作用 反而有一個我覺得是 最合理的說法就是 唯一潛在的副作用就是 造成氨基酸的攝取失衡 營養學家和科學家 擔心會干擾到 你體內內的氨基酸攝取的平衡 長期這樣吃法 會對你的健康造成影響 但是這些全部都是對BCAA 濕平民的指控 至於你說平時在食物上攝取的BCAA 其實全部都是合乎你身體所需要的比例 糟了 我跟上次說preworkout 一樣說別人的產品 遲早會被人攻擊也會像 我看真的 不過我怕什麼呢 都沒有人認識我 拜拜 如果不喜歡也好 記得幫手like share follow 和subscribe我們KOFG 拜拜